大家好,这里是小当家 今天我们来聊一下这个DDI的第五张replication 这一张的话我个人来说 我个人感觉哈 这张是整个DDI里面最最重要的一张 就是不是之一 那我们大概来看一下 这张讲的是什么吧 这张 当然讲的是replication 那为什么它重要呢 呃 原因是我们去学cap theorem的时候 就知道 哎,既然我们是做distributed system 我们需要,我们就需要把一份data copy成多的 多份 然后在这个consistency和这个partition tolerant 还有什么availability之间做抉择 但这个作者是很反对这个cap theorem的 因为我们去做replication的时候 我们去讨论一个distributed system 我们肯定要把这个data 去distribute到不同的server上面 所以这个是逃不出的 所以你既然逃不出这个的话 所以其实我们就是在partition tolerant和availability 或者是partition tolerant和这个consistency之间做抉择 所以这这大概是这本书的作者的一个呃 一个感想吧 然后根据这个replication 我们基本上会引申出三种方法 一种是什么master slave 这种是最常用的 然后大家听得最多的 也是最早期google开始做的时候的一个理念 然后还有一个multi leader 就是大家发现这个一个singlemaster的话 所有的数据都经过这个master 那就会变慢 所以我们可能会想 哎要不要所有的node 所有的replicate都是一个master 这样化处理会变快 当然优点是这个 当然出现一大堆缺点 那一会我们都会讲到的 还有一个就是dynamic和cassandra 后期发展这些db做的就是这个leaders 然后相对用的占有率还是比较高的 那当然也不一定说哪个是最好的 因为后期的这个google有一些optimization 在spanner上面 spanner做的也是非常好 所以我们一会看一下这些db之间 这些方法之间有什么优势和什么劣势吧 首先我们有leader和follower 这就是典型的这个master slave的一个structure 首先我们想一下 就说一个db 我们存三份 假如说存三份或者存几份 不管是存多少份吧 有一个leader 有一个其他的replica就是follower 就是我一份数据存到这个leader里面 其他数据存到这个follower里面 然后每一个replica都有一份备份 所以我这leader有一份 其他的follower也有一份备份 但是呢 我每一次写的时候都必须写到这个leader里面 这就是我们简单的一个master slave 一个structure 然后每一个node都store一个copy of data 所以这些都叫做replica 那我们怎么保证每一个 所有的数据在这个都在replica里面呢 这都是衍生出一系列讨论了 the most common solution for is called leader based replication 就是说我们这个叫master slave或者是active passive 我估计以后就要改名了 所有的数据要写到master里面 然后master在 在微软叫做tablemaster tablemaster的话会写到 你的其他的replica里面 这个 而且你要保证master 永远不能当掉 那如果当掉的话 我们一会又现实出一大堆问题了 就说我们怎么failover 这个process叫做failover 我们一会会讲 然后one of the replicated 就是如果 他说了吗 one of the replicas is designed as leader 就说我们有个有一个master 其他的话都是follower 这是最简单structure 我们先从这里开始 然后我们先不不够多伸展 一会再讲到其他的 好 然后我们有这个relational database no relational database message broker 这是我们上一章讲过的有三种db 然后synchronous synchronous和asynchronous replication 正常的话 基本上所有的cloud 都用的是asynchronous replication 原因是什么 如果用synchronous replication的话 synchronous你想想是单线程 你必须前一个写完 你下一个才能写 我的天哪 如果前一个fail的话 你整个就会出现一个single point failure 所以这个是相当于是个打技 所以但书上提到了一个比较好的发明 我之前读微软的paper也发现了 他单独提到了一个微软的这个replication 微软是 我们之前其实大概提到过 就说我们在做replication呢 或者在做write的时候 其实是分不同的level的 我们之前聊过这个lock file 我们会breakdown成小的chunk 所以微软也是这么做的 一个大的数据一个file进去 他会把这个大的file拆分成不同的小的chunk 然后这些小的chunk 再拆分成小的 在微软里面叫做q 这个q是一个特别小的一个 把chunk还拆分成更小的一些一些数据 所以这些小数据是分成不同的layer的 你有这个tenance tenance就是in the cluster 就是data center level 然后你往下拆分 有这个machine level 然后有chunk level 有q level 这些不同的replication 然后你做migration 然后或者是做写数据的时候 这些数据是分为这种大小的层体的 那在微软的话 他们会把这个大层大层级的那种replication 弄成synchronous 就是你在高层的时候 因为你想想tenance做migration的话 一般的话 他tenance level的数据相对比较少 而且而且他的 所以所以他们就直接把 高层的level的少的那种 直接synchronous去做了 而底下q 因为他你把它想成一个tree structure 然后他底下的数据量非常非常大 那他这个数据量非常大的情况下 出现single point failure 那就完蛋了 所以他这里的话 用asynchronous replication 但正常的话 我们去想的时候 我们直接把它想象成 大部分的都是用asynchronous replication 原因是我们不可 绝对是不可以有这种single point failure的 所以这里是他们的一个区别 然后这个synchronous的一个好处就是 guarantee你的follower有这个up to date copy 好你确实是guarantee了 disadvantage就是 如果一个follower不respond出悲剧了 那其他的就是你就一直等一直等 然后等到他恢复为止 要不然的话下一个根本就不能process 这个是一个大计 所以这点的话 基本上业界很少有用这个synchronous去做的 那三名synchronous的话 这个就是微软 我们刚才聊的higher level的话是用synchronous lower level这个数据量多的地方 比较杂的地方都用asynchronous setting up the new follower 这个的话就是弄一个new follower 正常的话 理论上你只有在这个建立machine初期的时候 好像是需要这个的 原因是大部分数据刚建的时候 就自己本身就有一个master 和两个相对应的这个slave 所以他已经是setup好的 很少出现就说你再加 其实有可能的 什么情况呢 就说比如说微软这个azure吧 azure的话它是有不同的service 就比如说有的客户说 我这个数据想备份三份 他后期的话其实是可以备份成六份的 三份的那个叫grs就是zone什么redundancy replication 还有个global redundancy replication 这就备份六份了 就说就算这个整个周地震没了 那你的数据还在 就是这么就是这么霸气就是这么安全 所以他备份了六份的话 那他开始备份选的grs 他可能会把这个service转成 只备份六份那种 那他可能就要setup另外三个replica 那setup六个新的replica的话 那他可能就需要就是把 这个三个前三个replica的这个数据 转到新的这个三个replica上面 这个机器上面怎么做呢 就是先take一个snapshot 然后再copy一个snapshot 然后中间这些 你在copyover的时候 你中间肯定还是有数据进来的 你可以用不同的什么写到log里面 然后先存到log里面这样的话 然后你再replay这些log也是可以的 有不同的方法 比如说我们这个非常接近我们刚才讲的这个wl 就是right aheadlog 去去存到log里面 然后我们之后再replay 好 这是一个解决的setup的这个new new file的方法 然后你中间的node 就是compete node或者storage node 会出现failure 出现failure的话 你需要recoverrecover的话 你当然中间还有你的monitor system 就说你有可能十秒钟之后他就recover了 所以出现这种问题的话 怎么解决 如果是超过一分钟的话 他也可能一分钟之后恢复 又可能一分钟又不恢复 所以这是根据你的monitor system去决定的 然后leader failure 这个是最最难解决的 就是如果你有master slave 最棘手就是你的master给fail了 master fail的话 你就需要去从你的follower那边找出一个小弟 就大哥挂了的话 你需要从小弟里面捞出一个成为新的大哥 这个process是zoockeeper去做的 这个叫这个consensus algorithm 就是你去找一个小弟去当大哥 这个election process就是zoockeeper做的 然后consensus algorithm的话 我们之后可以大概聊一下有什么reft 有paxes google就用的是什么paxes 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的一个算法 就是做这个consensus的问题 所以failover的话是非常棘手的一个问题 所以你要选一个新小弟 那去选新小弟的话又有不同的方法了 你是自动去failover呢 failover就是选新小弟的过程 你是自动去说这个大哥挂了之后 还是还是手动呢 他说先先自动 自动的话又出现刚才我们聊的这个问题 是多少多少时间delay 我们才去说这个大哥挂了 有可能30分之30秒之后这个大哥又回来了 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这个取决你公司的决定 然后选出一个 用election process 然后选出一个新的leader 然后这个新的leader之后 会至少会catch up到大哥的那个水平 首先这个replica有可能是大哥挂的时候 他新的都没写到他那呢 没写到他那的话 这就是snapshot和red ahead log的重要性了 就是说如果你的red head log和snapshot一对比 发现这个left behind把red ahead log里面的东西 replay一遍 然后这个这个follower就成为新的leader 这个是可以可以做到的 所以这是这是failover的一种方法 failover is flawed with things that can go wrong if synchronize replication is used the new leader may not receive all the rest 这就是问题 我们刚才聊的问题 这个新的leader就未必他有最新的数据 那这这种情况的话 你每次写的时候就写到red ahead log就可以了 然后discard writing especially dangerous 就是如果你直接就不要了那新的数据是不可以的 然后a certain fault scenario 就是他这有一种方法是split brain 这种一般是正常人 我忘了是谁 我看了一个视频好像聊到就是split brain是非常的危险 就是你把最新的处理的数据 分别分摊到其他两个小弟那边去处理 哇这个一般是不可取的一般是不可取的 啊 there are no easy solution to this problem 就是没有没有一个特别简单的solution 然后failover manually 那就更更难了 是你找一个程序员去去搞这个 然后假如说半夜三点发生的这个oncall 还没反应过来 你这如果已经 如果你尤其是你支持global services 假如悉尼的人那边写 然后你这边半夜三点 让这边程序员去搞这个其实也不好 呃呃 对 除非你有global的team 但global的team的话 嗯 据我所知一般 很多team都不是globalteam 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搞定这个的 但是我觉得最好的方法是用这个redheadlog 然后这些方法的话怎么办呢 都有自己的tradeoff 然后我们会从这里去做一些抉择 所以这就是我们这一张要讨论的问题 那这里讨论了 那我们是怎么实现这个replication logs的呢 然后这个leader basedreplication under the hood 啊我们可以有不同的方法 首先这个statement basedreplication 这是不不建议的 啊早期的mySQL好像是用的这个 呃我看看这个 这个说的是 呃我们这个leader每次写写的时候 然后都把它存到一个log里面 这个 然后potential issue 就是说我们每次snapshot的时间和这个 每次新写的东西是对应不上的 那怎么办呢 这会是一个问题 但其实如果用google的技术的话 是可以解决的 spanner用了一个true time的api 这个我们第八章其实也可以讲到 就呃true time的话会有一个time interval time interval fail的几率比一个machine fail的几率还小 这样的话我们基本就可以把它接近成 呃是一个external consistency的问题 所以这样的话时间 时间上不会有错差 所以这个问题的话 其实是可以解决的 呃至少是从现在的角度是可以解决的 我记得当可能是当年写这本书的时候 呃但是还没解决 其实用true time这个api可以解决 呃我们聊到的很多问题 其实嗯感觉spanner还是一个比较大的突破吧 然后right ahead log就是我们刚才聊的这个 先take一个snapshot然后这个log直接 呃append的append到一个data 是也可能也可以是document里面 也可以是database里面啊 这书上像这里写的就是database 但有其他地方有的是写的是document 然后最后把log寄到disc里面 然后send across the network to the followers 呃坏处是什么呢坏处是the log describe the data on the very low level 然后这wal contains the details of which byte was changed which is the uh closely coupled to storage engine 这个都不是这个其实不是特别大的问题 就是至少这个wal可以解决你这个failover的问题 这个replication的问题啊 所以暂时他说第一个不是recommended 但其实用处最多的 从从头到尾我们把这书看完的话 呃大部分地方用的都是这个right ahead log 然后这个logical 这个这俩基本就是很少用了 这个好像说是oracle用的是trigger based 呃基本是没有什么用 这个logical的话相对用的也比较少 呃我们就大概一下跳过就可以了 这个是decouple的这这好像是 呃这个database internal provide的一个东西好像是 呃trigger based的话就更相对更差一点了 所以我们就我们只要记住大部分用的这个是right ahead log就可以了 呃我们再往下看一下这个problem with replication lag replication lag的话就是你写进master之后master会写到follower 这样的话这follower中间这段时间怎么办呢 如果customer去靠这个data因为他靠这个data的时候 我们这个client写的时候只能写进master 但是读的时候是可以从这个follower而读的 那这个写与读之间的时差就产生了这个consistence的问题 所以我们这个capiterium这个consistency就是这个问题 去怎么解决这个问题那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尤其是leader base容易出现这个consistency consistency的问题然后go through a single node but read query can go go to any replica 就是说我写的时候只能去我这个master 但读的时候哪个replica都可以读 那出现这个consistency问题怎么办呢 然后for read heavy application create many followers distribute read requests across all the across those followers so you can increase the capacity for serving read only requests simply by add more followers 这个不是一个好方法想想啊你的follower越多 代表你你要handle这个consistency的node就越多 这个其实一个不是特别好的方法 但是可以加坏你的读 但是你的consistency会问题会更变得更严重 然后eventual consistency eventual consistent 然后这个是我们我们只要告诉用户 你马上update不一定马上得到结果 你慢慢等就可以了 最终我只要保证给你consistency就行 这个是aws做的 你如果你把aws那个certificate的课程看下来的话 基本上他大部分的吧 我也不敢说所有 大部分的他的products都是eventual consistency 就是他就是短时间的不一定保证你拿到最新数据 只要带你回头来看的话 他都是eventual consistency 他都会 所以eventual的话代表是我不确定什么时候 但是他有个slo可以去去去确定多久 大概多久 他会测量一个percentile 所以也不是说哎呀我明年明年来看 那也不会那么久 他可能是几秒之内 会达到多少的consistency 会结束多少的这个operation 然后read your own right 这个是最麻烦的 就是说一个用户 比如说我在改我的profile 我的微信改名了 改名之后 或者是我朋友圈刚发一个 或者是改一些用户信息 我改完之后 我买或者账户余额吧 我去发完之后 我回去马上想看 怎么办呢 我写进了master 但我读的时候 有可能这个server 这个lob answer 就直接把我弄到了我这个follower 这个node里面 我读的时候不一定是我最新数据 他有一些方法 他他这就是我这是我们先描述的是问题啊 就是read after write consistency 怎么解决这问题呢 他有几个方法 就说 cross device read after write consistency 就说 你我根据我的metadata 然后这个商家知道我这个 苹果用的是苹果电脑 用的是苹果手机 这几个都是联通的 根据这几个我的metadata 他们知道 直接直接在我这个本地 然后这边直接update好 然后这样的话 看到都是我的自己的信息 这是其中一种方法 但是比较menu 比较就是 这有点像app level的一个实现 应该是这个 这个monotonic read 就是说 这个用户update之后 然后不一定其他人能看到他最新的信息 但是这个用户自己一定看到最新的信息 所以 这个是一个问题 这个是一个解决方式 还有一种解决方式是 consistently prefix read 还有solution for replication log 我们一会讲这个solution 我们再看一下 if some partitions are replicated slower than the others an observer may see the answer before they see the question 这就是出现问题 this guarantee says if a sequence of the write happens in a certain order and then anyone read this will see appear in the same order 这个 是 这个是consistent prefix reads 其实也是被spanner给实现了 这个叫external consistency 就是说 呃用户commits这个order 我用这个true time这个api去把它弄好 所以这个其实是被spanner给实现了 呃有时间的话我们可以大概讲一下spanner spanner就是 在这方面的突破 就是他在read方面的突破 就是他把这个true time 他用true time这个api 把commit order转换 翻译成了这个external consistency 所以呃还是比较比较创新的 solution for replication lag 呃就是stronger guarantee 相当于transaction transaction的话 其实不能保证这个 reaction lag 因为transaction分为不同的consistency transaction是serializable 对吧他他有不同的serializable的guarantee 他有read什么uncommitted 什么snapshot isolation 什么serializable isolation 所以这这些都是不同级别的 如果你到最高级别的transaction的话 你是可以保证的 但是会影响performance 然后这我们就会会讲到 到时候我们会讲到to face locking ssi 这些都是最高级别的serializable guarantee 但会非常非常的影响你的performance 尤其是to face lock 行员比这个呃也慢100倍左右 还有我single node transaction has exist for a long time but not for distributed system 这就完全不用想了 就是在这个年代的话很少出现非distributed system multi leader replication 我们刚才讲过了这个master slave 然后以及他出现的一些问题 来我们看一下这个multi leader replication 这个multi leader replication的话 恰恰就解决了我们这个single leader出现的一些问题 比如说我这个出现failover怎么办 我现在每个人都是leader都是大哥 所以这样的话处理起来也非常的非常的快 就以前的话只有这个一个replica可以去处理这些数据 现在我所有的都可以处理这个write 所以他速度就变得巨块巨块无比 所以他就是master master active active replication 然后use cases for multi leader replication it really make sense to use multi leader to set up a single data center 这当然了 这个 一个data center就没有必要去用这个multi leader了 因为他是提高performance嘛 然后multi data center operation 就是你有大量的你有多个data center 然后你有多个data center 然后数据不同的data locality 然后好处是compared to这个single leader design performance reduce latency 然后这个data center outreach 就是data center整个出问题了 他还有两个liter在那顶着呢 然后toleranceof这个network problem 就是同样我们想一下 就说一个你这个leader那边整个network出问题 你其他leader不会有问题 downside非常严重 这个这个很多缺点 很多缺点 你可以把它想成一个github 对吧 你有你有的branch 你的master也在走 结果你merge的时候 经常出现mergeconflict 这个就会出现这个问题 就说你大家都是leader 大家都可以写 如果一个客户在这边改 一个信息 另一个信息去了另一个leader 就会出现 right conflict 这个又怎么办 as a multiliter replication somewhat retrofitted feature in many databases and there are often subtle configuration pitfalls surprise the interaction with other database feature 所以很多这些小问题 尤其是conflict这个问题 就是基本是一个很难很难解决的一个问题 然后clients with offline operation offline operation就是他不在线的时候 他去怎么做这些operation in this case every device has a local database that acts as leader accept the request and there's an asynchronous multiliter replication process sink between the replicas 这就是clients with offline 就是说他是async去做的 multiliter replication is tricky thing to get it right 这个这个是对的 就是很难很难去把它实现 所以实际上在production里面 见到的multiliter非常非常的少 我们大部分见到的是master slave 和这个leaderless collaborative editing 这个其实是比较适合这个multiliter editing的 然后for faster collaboration and you want to make the unit of change a very small 嗯 这个这个其实适用于所有的这个right handling right conflict 这这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问题right 总线出现conflict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去选择synchronous和asynchronous之间的conflict detection 然后theconflicts only detect asynchronous asynchronously at some later point in time if you want a synchronous conflict detection you may just use single leader replication 啊说了等于没说 等于说就是说如果要解决conflict 就是asynchronous的话 啊对吧就是你要是想就是一个一个去解决这conflict的话 啊那你还不如用single leader呢 所以等于这个这基本就没提供 没提供一个解决方案吧 conflict avoidance 很难avoid对吧 然后thesimply strategy for dealing with the conflicts avoid them and if theapplication can ensure all the rights for a particular record go through the same leader theconflict cannot occur 嗯一个user所有的数据都写到一个那什么 这个的话他就可以解决这个确实是 啊其实也是一个好的方法 啊可以用consistent hash去去想一下 就我们hash到三个 就是说我们把user分成三份 啊一部分啊只写到一个 但其实也没有太大必要啊 啊一份和三份近来差距不太大 converging toward a consistent state the database must resolve the conflict in convergent way which means all the replica must arrive at the same time by no value when all the change has been replicated 这是eventual consistency 这个property对吧 就是我们最终要使所有的replica都有同向的数据 然后waste to achieve the convergent conflict resolution 有什么方法是去实现我们最终的 呃一致性呢 实现这个consistency呢 啊这个last right win 就说如果我们出现conflict 最后一个写的是是win的 但这个问题就是计算激励的时间是不对的 就是你不知道谁是最后出现的啊 啊所以这是一个小问题 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如果前一个人改的东西 他发现被override了 因为另一个人比我后改的 那他其实还是不是很高兴的 那怎么办呢啊 这是一个问题 这个这个问题可以用 呃mvcc的思想去想 我们这个snaps isolation 其实就是mcc就是multi multi version vector multi version vector的话 就意思就是一个同一个地方出现改动了 对吧 我们这个有你 我们同一个地方多个人去改 都出现这个改动了 然后我们让用户去决定到底哪个是也是对的 这个有点像github那个 就是mergeconflict 就是出现mergeconflict的时候 你你会让用户去决决定到底什么是right version 所以这是其中一个方法 我们也可以用刚才那个mcc那个方法去去决 让用户去决定去resolve这conflict some somehow merge the value together 这个很难很难去决 让商家去决定你的client如果不想去merge呢 就是很难说 custom conflict resolve 这个logic most of the multiliter replication tool 来去write conflict resolving logic using application code 所以你从applevel的话其实可以去写这个的 这个的话就有点像mcc那个解法了 automatic conflict resolution 自动去解决 自动去去搞定这个 然后mergeable persistent data structure 然后similar to git 然后perform three-way merge 这有点像我们刚才想的mcc的问题对吧 就是你可以让用户去 从不同的版本中捞出了一个他们想要的版本 operational transformation 这可以大概读一下 multi leader replication topologies 就我们不同的multi leader 我们可以也这个写 有环形的 然后有star型的 或者有这种 每个对每个都有的 so 这个最最常用的是这种 说实话我都不知道有有什么database是用这个 我听说过一个 但我忘了是哪个 但是大部分用的还是master slave和这个 啊 leaderless in circuit start topology right may need pass through the server 我都怀疑这个这个有什么用 呃fault tolerance肯定是要fault tolerance的 然后 然后 呃 后面我就大概不是特别了解了 所以我就大概跳过这段 你们可以大概读一读 然后leaderless replication就是我们最常用的dynamo style 对吧 dynamo就是对这方面有一个创新 然后有有空可以去看一下dynamo的paper 他就是 呃他就是对 他对他是一个对leaderless一个创新的database 他就用的这个leaderless中间有很多一些细节 他这边还有consistent hash 中间还用了其他的 呃还是相对比较复杂一个database 好 在sum leaderless 啊 我们先 先不往前走 先想一下这个leaderless的话 它的核心就是一个词 就是quorum 我们一会去讲一下quorum 啊 writing to database when a node is done 啊 in leaderless configuration failover does not exist 就完全没有failover 因为大家都不是leader 没有一个是leader 大家都不是leader 那他是怎么去保证这个consistency的呢 他有个东西叫做quorum quorum的话 呃是一个平衡点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我这个quorum有分为三个东西 一个quorumwrite 一个quorumread 还有一个readrepair 啊 我们一会有个数字 一会看一下 我们一会讲到这时候再讲这个quorum到底是什么哈 啊 我们先知道有quorumwrite和quorumread 还有readrepair就可以了 然后readrepair和anti entropy 啊 这个一会讲到下面这个地方我们就知道 the replication should ensure the eventual eventually all the data copied to every single replica 就是说 他全是async去做的 所以所以都是eventual consistency 然后readrepair when the clients make a read from the server node in parallel you can detect this 啊 any style response 就是说 每次我去call的时候 我去找数据的时候 我不是从一个replica去读数据 我是从所有的replica去读数据 这个好处就是我可以 因为我每次都会去ping一个这个replica 所以导致如果其中一个replica fail的话 我可以发现一个replica fail了 这样的话 我再做he need handoff 这个后面又会讲到这个he need handoff 我们先留个伏笔 就说 如果一个node fail的话 他会找其他node来代替 readrepair readrepair是when the clients make a read from server nodes in parallel you can detect在你哦 我们刚读完这个anti-entropy process in addition some data stores have background process consistently look for the differences in the data 这相当于一个garbage collection 或者是一个单独一个service 去单独找你这个是不是left behind了 所以我我去把你更新 所以这个是anti-entropy process 这个算是一个比较新的process 好 我们知道这些keywords之后 我们再回来看一下什么是quorum quorum的话是forreading and writing 什么意思呢 假如说你有5个node吧 假如说你有5个node 你每次去读的时候 叫read 就叫write 你会从几个node去读 叫write这个数字 这个r数字代表的是你每次去 你每次去写的时候是w 你每次去读的时候是r 你读的node和写的node 必须超过你总共的node 比如说你这个n是5个node 你有5个replica 你每次读的时候 假如说读三个 你写的时候 你写的时候就写三个 读的时候读三个 只要你的写加读 超过你的totalnode 你肯定有一个 就是最新数据 这点能懂吗 想想啊 假如我们有5个node 12345 对吧 我没有5个replica 我从这三个去写 我从这三个去读 我中间肯定有一个overlap 有我最新的数据 所以这个就是quorum的最 效果 而他每次是只读三个吗 不是 我只是保证我至少读到三个的时候 我就可以confirm 说我这个quorum已经实现了 我每次写 我每次写的时候写三个 读的时候 三个confirm了 代表我这三个都写上 都读上了 读上之后 好 我保证中间 用数学的方法去算 你不管选哪三个 我只要写到三个 我写到三个 肯定有一个是overlap 肯定是最新的数据 所以用这种方法 这个quorum的方法 我保证了我最终 诶 肯定有一个是最新数据 然后这个 这个最大的创新是什么 这个最大创新是 它不光你 你还可以自己选这个quorum的数量 比如说 呃我想让这个写 是consistent的 所以我可以把这个 这个write 每个都调特别高 我说 我必须每个都写上 我再拿到这个confirmation 我这个可以设成这个1 这样的话也是超过这个5 所以这个quorum的话 可以中间调的 调的话就给你了你大量的flexibility 然后reason rights are obeyed as这个叫做quorum 然后 这minimum number of the votes required for read and write to be valid 然后这就是一个dynamo的一个创新 然后有空的 大家有空的话 可以读一下这个 这些细节 书上的讲了一些example 我大概在这里不讲了 然后你只要 你只要知道这个具体 呃大概意思就可以 呃然后这个quorum有一些 这个limitation 我们可以大概 呃读一下 那我这里直接跳过了 然后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看一下书 然后dynamo style 呃dynamo style的话 一般都是eventual consistency 因为根据这个条的话 呃就是因为你中间 我们之前提到了有一些这个service 是不断会去update 啊不断会去查哪个nodefail了 然后我每次读的时候都是 从所有的node去读 写的时候都是从所有node去写 所以我们最终会实现这个eventual consistency consistency 然后monitor styleness 这个我们之前讲过就说 呃for leader-based replication Database typically expose metrics for replication lag and which you can fit into the monitor system 你的system with the leaderless there's no fixed order and which rights applied so which makes the monitor 呃more difficult 因为single-single base的话 就是master-slave的话 你就写到这个你的leader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顺序 呃我们会记录这个顺序 但是到这个leader-list的话 相对来说 因为你每次都写给所有的人 然后你中间又不记录他的mered date了 首先他们没有true time 这APS他们也不会去 呃很难去 呃measure你的network call 每个是多久 基本是不可能去measure的 所以呃这个顺序你不知道 所以这个monitor 相对来说比较复杂 然后eventual consistency 是一个vake term 这我们之前讲过了 就是说最终实现 所以但是大部分service都是eventual consistency 所以大家啊基本也是ok ok with that 然后这个slappy quorum和hint hinted handoff 这个是一个比较 就是我们其实刚才也提到了 就说slappy quorum的话 就是读和写中间 然后 假如说突然突然出现了一个node fail了怎么办呢 那我们就去隔壁的node里面 好一个过来 这叫hinted handoff 去解决这个slappy quorum 因为你想啊你想要这个read和write 下加起来超过这个n 结果你现在少了一个 那那万一我们等了半天还没等到呢 所以怎么办呢 我们直接去隔壁 找一个来confirm 然后这样的话 这个叫hinted handoff 所以这个就是这一点 然后multi data center operation cassandra implement the multi data center support within the normal leaderless model 嗯这个可以大概读一读 这个解决 这解释的就是每个细细节的db是怎么实现这个这个的 然后detecting concurrent write 就是right 在这个leader list的话解决这个concurrency的问题还是相对比较好的 allow several clients to currently write the same key which means the conflict will occur even if the strict quorum are used so in order to become eventual consistency the the replica will convert toward the same value 然后last right wing 这个对这个也是不是特别好的一个选择 但是啊解决这个concurrency问题的话 要么你就是last right wing 要么就是呃 我看看还有就是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用然后用户决定啊 用mvcc那种方式啊 然后一共就这种方式 所以呃在你自己在如果别人问你的话 client问你的话你可以用这种 呃把所有的option放到table上面 让他们自己决定 然后根据或者是根据这个client的要求吧 但是但是还是要回到这个google的true api这个问题 我个人觉得这个last last right wing 其实是可以被 呃解决的 我们可以用这个external consistency 就是用true time api去搞这个 所以至少会比这个last right wing好一点 好 我们再往下看还是有其他解决方式的 这个happen before relationship concurrency 就是a记录bb记录b记录a 啊他们互相之间去呃决定自己的位置 好像define the concurrency exact time doesn't matter 这个是根据你每个events互相找 这个有点像这个transaction那张的一些点 呃感觉不是特别好的一种方式 可以看一下啊 capture the happens before relationship 啊 servers can determine whether the two operations operations are concurrent by looking at the version number 所以他们在这个events上面加了一个version number 啊 does not need to interpret the value itself 然后when a right includes the version number from the prior read as with the previous state right is based on 这个啊我大概明白就是确实是transaction那张的一个方式 啊这张其实有很多东西像这个last right wing的话 其实transaction那那张也有讲 那比如说a和b events都写进来 然后我们要setb的时候 我们必须看b前一个是不是a 大概是这意思啊 还有一个是merging concurrent rate 我们刚刚讲过 然后这个version vector 哎他居然讲到version vector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mvcc对吧 我们有一个version vector so每一小块的就是出现conflict那些数据 我们都把各种那个呃 就是他们的版本记录到不同的呃 记录不同的版本好处 就就有点像这个github把它想成github 这样的话就是branch1branch2branch3这样的话 我们最后解决这个mergeconflict的时候 用这个去解决就可以了啊 用户可以去的呃去决定 所以这个方法其实就是version vector 啊我们看对象we need to use a version number per replica as well as per key 然后 each replica increments its own version number when processing a write and it also keeps track of the version number seeing each other for the other replica version vector the collection of the version numbers from all the replicas most interesting is probably dotted version vector 然后 the version vector allows database to distinguish the overwrites and concurrency write 然后 version vector structure ensures it is safe to read from the replica and subsequently write back to another replica 嗯 version vector version vector clock version vector sometimes is called vector clock even though they are not quite the same when comparing the state of the replica version vectors are right the structure to use 这个version vector 其实配上这个true-time API的话 其实就是有点无底了 就是你可以实现这个external consistency 但是这里其实没提 那我们暂时就 啊 就把它当成一个 可 相对还好一点的solution吧 然后我们总结一下 这个replication 有不同的目的 然后我们可以实现 high availability 原因是什么 不管你有master slave 或者leaders 或者multi leader 你都有不同的replica 去提供这个数据 所以这样的话 呃你可以从多个地方去读 所以呃 总会比single server要快 disconnected operation 然后latency scalability 啊 都是要比这个好的 然后 都是要比single server好的 despite being the simple goal keep the keep a copy the same data on the server machine is re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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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icky problem 就是我们刚才讲了这个single server single replica 会出现什么问题 multi leader 又会出现什么问题 master slave 会出现什么问题 然后leaders又会出现问题 都是会出现大量的问题的single leader的话 呃就是你有可能会出现leaders挂掉的问题 multi leader的话 你这个merge conflict 没法解决leaders的话 也会有merge conflict的问题 还有quorum的问题 还有handle handoff的问题 相对来说 我个人觉得这个leaders的问题出现的比较少 然后google是怎么解决这个single leader呢 spanner的话 他旁边是有一个backup这个master的 所以你这个master挂掉的话 他有个backupmaster 所以呃理论上他还真解决了这个 呃single master的问题 single master的问题 然后each approach has advantage和fail advantage 然后single leader是popular 因为他简单 呃实现起来比简单 呃我记得我忘了之前我看过一个paxes那个 呃不是bork就是google server叫bork 那个发明人是一个phd 他有个演讲 他聊了一下这个google解决问题的方式 google一般都是这样解决一个问题 就说我们先解决99%的问题 最后1%的问题 我们再用special case去处理 这个有点像spanner的处理方式 然后multi leader和leader list的话 都会有merge conflict的问题 所以我们都会有eventual consistency 所以这也是一个解决方式 replication can be synchronous和asynchronous 但是呢asynchronous肯定是最常用的 这个绝记录这个就可以 好consistency model 呃我们刚才聊了这个read after write的问题 就是我呃我刚写完 我刚把这个数据写到我的profile里面 我怎么读出我最新的数据 然后可以用这个monotonic read 就是说我写的我马上看到的最新 但我朋友读我这个profile不一定读的最新 然后consistency prefix这个read 我们也刚才聊过了好 今天就讲到这里 好我们下期再见